來看市交由部長 五千基 今天是到立法院 尋找到台南某一間 得到學校說 發生的性侵害到性侵害後的案件 進行全案報告 五千基表示 有這個土學所造成的調查收作 相信一個位裡面 就能來交出來調查報告 不過拍出這件事 林本基金會是願望 教會不可以 只聽到這個行政獨度這個階段 剛才我們報一間得到學校 發生很多性侵害到性侵害後 相關人員跟中部辦公室的行政結論 還沒到學校已經造成調查收作 補充五千基說 最快一個月就會把報告告出來 9月28日再給社會大眾說 我們到目前為止懲處22人 民眾會恐慌啊 是 查到哪裡就辦到哪裡嘛 這個也不是說 出來一天就可以把他拍板定案 五千基尊對這件事發生的事情 跟處理總控報告將軍25分 受到立委 翁青豬 來到委員會表達意見的林本基金會是堅定 所以也建議真正要解決這些問題 不可以又停留在行政党党的站面 明明在眼前發生的性侵事件 性貧事件 他們能夠需要辨識能力 他們沒有辨識能力 他們看不出來 是是這樣嗎 這就非常非常的奇怪 林本也提出另外一件 讓人擔心的事情 那就是經過了解 這件事還有150個 地獎客師也有可能受到傷害 我去年11月底去拜訪校長的時候 校長還告訴我說 聽障聲對智障聲的部分還更多 不過因為智障聲的部分表達比較困難 所以那部分幾乎都不太可能去調查 那目前我們所揭發的一百多件裡面 所以就比較沒有接觸到智障類的孩子 有民進黨的立委之處 這件學校立案的時候 只能夠收聽到最愛的學生 但是這麼多年 也有收地獎學生 還有一般學生本來就有問題 共來要求教保 占對特殊學校正行全民檢討 記者 林秀維新界面 台北報導